指揮生 你看我們這一株擺香果 看起來不太正常 它到底是發生什麼病啊 可不可以幫我們看一下 好 那這種的話 它從葉子一整顆 全部都尾雕的話 代表說它那個有缺水的狀況 通常有缺水的狀況的話 代表說 不是尾管樹有問題 不然就是根系出了問題 然後這種狀況的話 通常就不是病害 就是那個管理出了問題 但如果是管理出的問題的話 整圓都會有類似的狀況 對 但是目前來講 我們園區就只有零星一兩株 是這樣的發生這種情況 對 通常這種零星發生的話 是比病害的可能性比較高 然後通常 病害的話 像根部可能就出了問題 我們就把根這樣挖起來 看看會比較準一點 因為它這裡根系的話 這裡已經出現了那個毛茸茸的狀況 通常這種毛茸茸就是那個 屬於針具型的病害 再過久一點的話 它顏色已經開始有一點在變化了 所以它就會開始產包 產包變 對 如果再放久一點 可能會發現像那個紅色的包紙的狀況 看見這種的話 我們建議就是盡快把它移除掉會比較好 不然在田間殘留的話 它產包之後會隨著水流到處移動 那像我們現在拔起來的 下面的地下部的部分 還有一些殘留的根系 那個需要去處理它嗎 最好是把它挖掉是最好的 還是要挖掉它就對了 對 所以下次我們看到這種情況 就是也是要趕快把它移除 對 挖掉之後 再試用那個百香果的地下 地下病害的藥物 嗯 那這樣的話就是植物醫生的部分 你再麻煩幫我們把這個植物 帶回去做一下檢測 看看它是什麼樣的感染 好的 沒問題 當是切斂什麼病之後 就會盡快開立那個合法的藥劑 供您使用 謝謝植物醫生 就是我們基本上 我們現在是產機調節的方式 所以我們晚上會照燈 那現在已經看到我們的果實 開始慢慢的轉色 那我們也把我們的網子 都架上去了 那我們現在比較 比較就是我們自己的管理方式 就是我們大小顆 都是我們的生產的方式 然後我們透過在後面的分級 處理大小顆的分級 來做一個出貨 那不曉得植物醫生 對於我們這樣的管理方式 是不是OK 或者說有其他的建議方式 這樣 現在的話 因為像這種百香果 它是屬於連續彩軸型作物 所以像用藥的方式 可能要特別注意到它那個 安全採收器的問題 好 現在目前看起來的話 掛果的量 還有那個葉子的那種比例的話 感覺比例還蠻 還OK 是不會像那些果真的掛太多了 造成那個後繼武力的狀況 因為我記得改良廠有提到就是說 最好是地上還是要有光斑 就是說光要能夠透過過來 這樣的管理方式是比較好的 對 因為像如果那個葉子長太旺的話 是地上都沒光斑的時候 那個 它裡面第一個就是造成下面的 衝鋒不良 第二個的話就是造成 那個養分都是被 會被葉子搶去 現在已經是那種 從營養生長要轉換成繁殖生長 所以 總不能讓它那個養分全部都跑到那個葉子裡面去 所以我們消異葉盡量也不要去遮作遮蔭的動作 對 一遮蔭它可能就會開始消耗養分 對 所以像那老葉的地方也是要稍微處理一下 好了解了解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就持續這樣管理 然後在適當的時間點去使用藥劑 就是避免那個產生那種 就是藥劑過量的部分 對 但也可以改用那個合格的無毒支材 或者是那個免燈支材 好 像下游之類的就可以處理掉 比較麻煩的那種小型病害還有衝害 好 了解 謝謝醫生 不會